Hello,大家好,我是菲菲 现在是上午的六点多 待会呢,我们就去搬砖 今天的天气 虽然说没有太阳 但是感觉到很闷热 可能是要下雨的节奏 这种天搬砖呢,其实是很辛苦的 待会呢,我就带大家去看一下 我们是怎么搬砖的 好的,Let's go 我已经到工地了 昨天弄了六车砖 六车砖进来 今天有的简单 我们的火机们正在那里 弹蟹 看我发个捧油窗 我闹头真的太疼 哈哈 你看我发个捧油窗 我们这样子 像这样子 把这个砖这样子 整齐的码起来呢 就是为了 让它在房间里面 就是我们上架子之前 能够承受得了更多的砖 然后更方便 是这样子 你看那个老头的音效 已经堆了很高了 这里 大家看到没有 而且我们 我们中间这里面 这里面还要堆起来 像这样子 然后呢 就 会 那个 方便 就不用再次 运砖下来 就保证呢 就是拉一次砖之后 然后我们 可以够一层 这样子 剪砖好辛苦 像这两天 没有太阳 然后又很闷热 衣服就撕完了 太光了 你们烟不烟啊 哈哈哈 你们烟不烟啊 就要一边高了 嗯,这机车应该是一波高 一波高快没机 厉害了 一道车装了一把七十块装 哦,我给你弄啊 哦,厉害哦,对吗 好粗 鸡腿的马头,马头的马 哈哈哈哈 鸡腿的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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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颶 鸡腿的马头 把剂推起来 哎呀 你看 太热了 瘦不需要 师傅们就在那个屋檐下面休息 一天200块钱的工这样子到底做不做得了 OK啊,我们捡到了三五十点多,差不多十一点 捡了这么多,应该差不多九千砖这样子吧 太热了 然后我们准备收工回去 我们就准备回去了 这一期我们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要喜欢我们视频的朋友 大家可以关注走一走 谢谢大家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